现在谈旅游感觉上真的都是太奢侈了 好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红宜 红宜要告诉我们在2020年 关于气象预测一个新的现象 红宜 好了 那么新冠病毒的疫情 还没有找到解放的情况之下 现在国际旅游大概很难恢复了 不只是旅行业者叫苦连天 现在大气科学家也成为最大的受灾户 你可以看到在今年4月份 比去年同期整个国际航班少了1万多的航班 因此仰赖大量数据的气候预测 现在开始出现失准的现象 特别可以看到今年3到5月份 飞机的测量资料减少了50%到75% 因此现在全球天气预报 包括气温相对湿度 风速跟气压 都比过去准确度要来的低 特别是未来4到8天的气温预测 他们的准确度相差居然可以达到1.5度 我们接下来看看北半球 事实上北半球整个预测 它的失准度比南半球还要更高 因为北半球它要透过飞机收集的数据 是比南半球还要多的 但是在欧洲是例外 这个图表事实上是欧洲在今年3月份 你可以看到它的飞机所收集的数据 足足减少了7成多 但是因为在欧洲这个地方 他们有1500座的固定气象站 这个固定气象站还是可以收集气象资讯的 那么也因此在欧洲它受到的影响性是比较低的 另外我们看到海洋观测数据也减少了 特别是这个联合国机会船的观测计划 那么它是从一般的商业船子来收集海洋测量的数据 它的数据也减少了90% 另外还有这个全球海洋观测网Argo计划 那么它整个收集到的数据也比过去减少了10% 减少了10%